各位觀眾 大家好 今天又有Jessy 因為我們傳貨不多 所以Jessy又再上來講一下 我們先做一些傳貨 為什麼要做傳貨呢 因為跟Jessy是很好聊的 他前幾天就沒空 跟朋友去玩 所以我也很想念他 今天就找了他很久 終於找到了 所以我就很開心 今天又再聊了 Jessy說今天想談什麼題目呢 我們今天就錄一集正經的 一集就不正經的 正經的一集我就會提一件事 提什麼呢 你看到我很直白 提什麼就是怎樣跟年輕人溝通 我就認老餅了 Jessy就是年輕的 你看看Jessy跟我有沒有代溝呢 好像沒有什麼代溝 你覺得應該跟年輕人溝通 我知道你想說 你現在是30歲 30歲比較鬆 你都要跟10多歲的人溝通 但是我50多歲 跟你一個30歲出頭的人聊天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代溝 因為你夠成熟 那我就聽聽你怎麼說 有什麼看法呢 多好趣這個議題 好 這次應該是2022年 我第一次和你聊天 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大陸 希望今年比去年好 其實Jessy剛剛才說我老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老 我絕對沒有這樣的想法 你說我心太老 不要緊 不是心太老 而是你的思想比同年紀的人成熟很多 我自己感覺 因為你有經歷 要不然怎麼可以聊 我是喜歡跟有智慧的人聊天 明白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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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正題 就是講格代之間的溝通 好嗎 代溝 代溝 其實這件事是 無論你在哪個國家 無論你在哪個地區 你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怎麼跟下一代溝通 或者好像我們這些 其實我已經 或者叫這樣 我和我身邊的朋友 都已經有一種想法 就是我們 我們是不是已經老了呢 可能 各位聽眾 包括David Sir 一聽說 你這傢伙 30歲 說自己老 我們這些算什麼 不是的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想法呢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那些十多二十歲的 那些年輕人 他們做的那些事情 我們是 我們好像已經 好像跟我們不關事 你明白嗎 嗯 我們說 哇 時代變得這麼快嗎 我舉個例子 你好像我們那樣 以前的年輕人 會約著那些人 出去逛街 吃東西 看看 打球 打什麼球 大家想想吧 友誼 當然是籃球 都是說 友誼的籃球 好 這一集是正經的 這一集正經的 這一集正經的 所以我說的都是正經的 哈哈哈哈 以前我們是 我覺得我們互相的交流 就是朋友和朋友之間的交流 是會緊密一些 但是你看回現在的那些年輕人 他們好像 全部東西都是在線上 就是在網上那裡交流 就是你打機也是 那打機就是什麼人出來打 就是我們以前都還會去機店 嗯 那你現在其實真的很少 那些年輕人去機店 嗯 就是在家裡 在家裡這樣 喂 你 你online沒有 你lock in沒有 那lock in就是你的 那 就是各自在家裡打 在線上溝通 那其實這兩件事是有了很久的 嗯 但是我們談回 就是你除了說 人和人之間的交流 那些不同之外 他們好像 接收信息的 那個內容啊 甚至是方式 好像都有些不同 沒錯 是很不同的 是啊 是啊 那好像我們這樣 那其實 好像我們這代人 就是你好像說 八九十後這代人 那 其實你說有個老前輩 他們出來跟我們聊聊天啊 或者叫做怎樣啊 我們做事啊 我們都覺得OK的 就是 有一句叫做老生常談 那句說話叫做 塞錢入你袋 對不對 對啊 我當年都不知道多想 有人塞錢入我袋 真的 你說得對啊 是啊 現在那些年輕人不想 我們是 是 我們是不抗拒的 是 我們這代人 都還是相信這個道理 就是 你出來做事 最怕是沒有人罵 是吧 嗯 就是 就是 你寧願是跟著一個大佬 他就是 和你一起散開的 還是一個 你做事的大佬 那我想 大家都知道的答案 是吧 嗯 但是你現在呢 那些 就是那些 九五後 00後呢 今年 2022年了 你最早出生 那幫00後 就是2000年出生 那幫 大學畢業的了 嗯 正常來講 因為22歲 對嗎 嗯 沒錯 這幫人給我們的感覺 就好像 不多 喜歡聽 那些前輩的訓話 那 忠言逆議就肯定了 是 誰都不喜歡被人亂來 亂點的 或者亂說的 但是呢 他們好像連建議都聽不進去的 他們是非常追求那種 就是一種個性 這樣說 就是他肯定 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叫做有好有不好 是啊 是啊 是 我自己有個看法 我和我兒子 有時候都會跟他說 你不要這樣做 你這樣做 那時候其實會很大問題 未必碰的 譬如說 喂 現在看到那個天氣會冷 就是這樣 就是之前的 早前 就跟他說 喂 買一件衣服 死都不肯買 OK 結果怎樣呢 結果 就要在學校裏面 穿九件衣服 哈哈 就是這樣 是啊 那些是 那些是一個 一個情況 我已經看到過 喂 不妥啊 今年真的會冷 所以我就買定 那些羽絨 就是我自己買了兩件羽絨 不夠 我後來再買一件厚的 就是大家見過我 穿過橙色一件的 那這些呢 其實呢 對於我們來說 因為可能Jesse在內地生活 就是我們的反叛 我們很早反叛 我們都是不聽的 是 你說些話 是不是 就是 我們真的會覺得 不聽老人言是很正常的 但是對於Jesse來說 你覺得下一代不聽老人言 其實我們已經習慣了 因為我們想回我當年 我也是一樣的 反叛到雲 就是跌跌撞撞 後來才發現到 喂 長輩跟你說的話 是對的 如果不是的時候 我現在都 不用這樣 我現在已經加財億萬了 我老爸跟我說 那時候 買樓吧 英俊 買樓? 怎麼搞的 當然不是買樓 當然是做生意 那時候買樓 一層樓又一層樓 起碼現在三層樓到四層樓在手的話 還要早 身家可能分分鐘五六千萬 這些就是不聽老人言 那年輕人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你說的時候 現在 你跟著下去的下一代 就是十多歲 或者大學畢業 聽不入耳 其實真的很正常 我自己覺得 他們一定要自己奶個東西才會知道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我不知道你對不對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 怎麼說呢 因為 其實人 就是我剛才都說了 你是很難 去接受別人的建議的 其實這個可能都是我們 叫做 人的一種天性 其實都是 我們其實每個人都是有些頑越性的 是啊 因為你 你沒辦法的 你始終 人是會以自我為中心的 所以我都不會怪那些人 叫做 你一個老人家也好 前輩也好 那你憑什麼來告訴我 你憑什麼你覺得你那一套是最好的 對吧 那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這種想法 是沒問題的 包括我 其實我以前 就是可能年輕的時候 我都會有這種想法 嗯 但是你 但是如果你說 跟現在這幫人對比呢 我都是 覺得沒有他們那麼嚴重 嗯 就是我至少那時候 叫做 我雖然不聽你說 但是我都會對著你少少口 嗯 就是我都會做 就是做一些表面的事情 這樣 就是都會 以禮相待 嗯 但是那幫人 不是現在 就是現在很多 不是全部 就是我不是說 現在的年輕人沒得救 我又不想說這些事情的 但是 的確我看到很多 包括我們公司有些 我們有些員工 都是很年輕的 二十三二十四歲 嗯 有些甚至是在那裡實習的 喂 你一個實習的年輕 你都可以真的串到什麼 嗯 嗯 就是譬如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有位同事 就是 就是他有殘障的一個問題 這樣說 嗯 是的 所以我跟他說 你有什麼事 你就打電話給他 他沒有電郵的 嗯 因為某些原因 我同事是用不到電郵的 然後他就 他那天跟我說一句 嘩 是老餅來的 電郵都不懂 那 我心想 喂 我叫你做而已 我不是叫你想的 我叫你這樣做是有原因的 對不對 嗯 而且你是一個實習生 嗯 嗯 是不是 就是這些事情 他 我覺得他應該要分一下妝眼先 那 這集的重點是怎樣跟他們溝通 我覺得 怎樣溝通 是的 惡過他 怎樣可以跟他 是 怎樣跟他們 不是惡過他的 你惡過他沒有什麼用的 就是我 我作為過來人 那 你那時候 如果你 惡過他 或者什麼 你甚至 會覺得他 又在那裏扮這些老屁股 就是 好 那樣說 又在那裏扮老牛條 其實我們 是最討厭這些老牛條 是 是 就是 你是有本事 就叫前輩 沒有本事 都是在那裏扮老牛條 就是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覺得 溝通的正確方法 你是 在跟他講正經事之前 要跟他講些不正經的事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方式 是 我覺得這個方式 非常之有效 嗯 當然我 我講的不正經的事 就未必好像 我們上一次節目說的那種 哈哈哈哈 就是未必需要 未必需要講這些的 你可以由其他地方入手的 你可以 你可以講一下電影 你可以講一下 甚至是動漫 運動 甚至是遊戲 你可以由這些的方式入手 你要等 就是 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等於一個徐仔 你拿著這個徐仔 你先破冰 是的 你先打破格核 那他才願意去聽你說下一句話 嗯 我覺得是這樣的 嗯 先破冰 嗯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我一個大老教我的 嗯 他長大我幾年 都未夠四十 都未夠四十 嗯 那他就跟我說 他之前呢 他是從來都不會去玩什麼遊戲的 就是他不會去跟風去看什麼 漫畫 電影 或者去玩什麼 手機遊戲 這些 很少玩這些 嗯 但是近兩年呢 他是做多了這些 嗯 為什麼呢 他說 他說其實我們人 是應該要 是應該要跟著這個時代去發展 嗯 還有他 他都叫做順應這個時代的變化 嗯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做那個老闆 他開始聘請人 嗯 他們呢 裡面就有很多年輕人在打工 嗯 有時候他覺得他很難跟他那些員工打成一片 因為他們經常說那些話題 他基本上是 譬如說 什麼叫原神 當然不是說原神出竅 是原神 是那種遊戲 原神 我今天剛剛下載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也開始玩了 我不是啊 我可以看看究竟是怎樣 因為我想了解一下 因為我有個節目是跟阿傑一起做的 是嗎 我們在講《中國軟實力》 我們改了個名字 就會講一下漫畫 不過你有興趣可以一齊來談的 真是 挺有趣的 是啊 講到原神 我今天錄了那一集 我遲下會告訴大家 真的很漂亮 那些畫面 技術都很好 但下載的時間真的很長 是 繼續 好 那肯定吧 他的內容大 他又開始 他聽到那些人在講什麼 劇情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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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都發了給你 我都發了給你 劇情殺 今天 你沒有看 OK 我回頭看 大哥 我眼睡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劇情殺 我都看到 現在香港很熱 繼續 沒錯 香港現在才熱 其實 應該是 一五年開始 很多人玩 是啊 但是香港好像一兩年才熱 聽說很多劇本 我看了相關報道 很多劇本是從內地買的 現在香港自己培養 我也想玩一下 有機會的話 是 是 提外話 你玩這個遊戲 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我平時跟朋友玩的 那些劇本是很長的 五六個小時玩一波 是啊 我知道 我有心理準備了 我想試一下感受是怎樣 因為我很喜歡去看看 因為我發覺到 因為我工作得太多 我開始出現那個 一個情況就是 忘記了自己要做什麼的 那個 怎樣 腦退化 開始 哈哈哈哈 有很多名詞 有很多名詞 突然間 腦海閃過 但是說不出來 因為每天工作 你沒有放鬆 所以有時候 玩一下其他遊戲 我覺得是必要的 現在對我來說 嗯 好 繼續 有空請教你 好 那不用再交流了 我那位大哥 他近幾年開始玩這些東西 是 他就發覺 他跟那些年輕的子女 即是年輕的 我們很多 即是十幾年那些 即是 跟他們說這些 每個人都很精神 即是 嘩 你說這件事 是適合我 這樣 當然 有時候 跟那些年輕人又說 溝溝女 這樣 跟那些年輕人又說 護膚品 真的會說 又說 哪個紅星 哇 真的 即是 現在他們那幫人 即是那幫員工 就會 即是會聽他們知道 你明白嗎 即是他們會覺得 嘩 我是一個很酷的一個老闆 即是 我是一個很 很潮的一個老闆 即是 你會 你會覺得 跟他是一個朋友來的 那當然 我想這個很多聽眾 都是創業者 或者自己做老闆 那 即是做老闆 你要有一個管理者 或者一個管理者 那樣的一個威嚴 這件事是一定要的 但是同時 你都可以考慮一下 即是 有時候 一些比較 有善的溝通 或者一些 有時候去迎合一下 他那些 年輕 年輕子女的話題 一個話題的溝通 會不會好些 即是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 設定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設定 來的 你都是為了 我讓他們更加容易 聽你說的東西 聽入耳 去做一個鋪墊 對嗎 對嗎 同意 對 完全同意 對 我覺得 父母 跟子女的溝通 都可以是 都可以是這樣的 真的 老實說 譬如 舉個例子 David Sir的影片 其實是很有營養 大家都喜歡 大家都喜歡 聽 喜歡看 但是譬如說 如果你有個家長 你突然之間 把David Sir的影片 彈尾 看 阿仔你看聽聽 挺好的 這個Youtuber 他未必會按進去 老實說 當然 一定不會 老餅 不是說老餅 只不過是那種方式 或者那種模式 未必是適合他們 那一代人 所以 你怎樣做 好像我媽媽一樣 很厲害的 我用我媽媽來做個例子 他平時傳的東西給我 譬如他們 有時候 工作上的東西 或者叫做 你知道 一些 他們那一代人 現在看V7 看微信 是很喜歡關注那些 什麼健康公眾號 那 他們有時候 譬如說 你吃那樣東西 不能吃得太多 或者叫做 你睡覺要怎樣睡 這些東西 傳給我 其實我是不會看的 正常來的 我都不會看的 那我媽媽呢 後期就醒了 她呢 就會發些娛樂新聞給我 是 那她 她又會喜歡看 就是她知道我喜歡看打籃球 那她有時候就會傳一些 就是關於NBA的那些花邊新聞給我 然後她說 咦 我說媽媽 你都關注這些嗎 那她說 沒辦法 那我兒子都喜歡 我可以不喜歡嗎 對 嗯 有道理 有道理 那久而久之 她後來慢慢傳給我 那些東西 關於健康等 我都會看的 就是你問我 咦 她傳的東西都是很老餅 那為什麼你又會點讚的 因為 因為你習慣了 即是你習慣了 你覺得我媽媽傳的東西過來是有趣的 是有趣的 是有趣的 而且譬如我和我父母吹嘴 如果他經常說一些他們圍內的東西 就是他們那個年紀的圍內東西 我是會馬上轉話題的 是?ok 譬如我母親或者我爸爸 他跟我說你知不知道我們單位裡面有一個人 去了什麼雲南旅行 我想想其實雲南是漂亮的 但是我不會浪費20分鐘跟你說的話題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不感興趣 其實很直接我也是不感興趣 那我就轉話題 但是你如果想 就好像我爸爸那樣 如果他想我去接受一個信息的話 他是不可以由那個信息去直接入手的 就是他不可以一上來就把那個信息這樣拋給我 是不行的 因為我肯定會阻止他的 就是我的大腦是會阻止他的 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些我 他一定要找一些我 首先是要想聽你說話 說下去的那種 就是一種打開的方式 我們這樣說 就是你想要入一間屋 你要先拿一條鎖匙去開門 那條鎖匙就是很關鍵 就是一個適合我聽的話題 我只要願意聽你說之後 就是我願意聽你說第一個第二個故事之後 你後面的故事我都會願意聽的 就是這樣 沒錯 這些很有智慧 大家聽聽 這個是很值得參考 沒錯 一定要說一個 就是年輕人想談的事情 這件事會帶進去 令大家的關係更加好的 謝謝教老 是啊 是啊 我也想一想 是啊 就是要跟兒子聊聊 鬼滅之人 是吧 原神那些 了解一下那些 是啊 對 跟他說一下這些 就是你至少要讓你的子女知道 就是我爸媽是因的 就是或者 別說說因的那麼俗套 你起碼讓他們知道 爸媽是不抗拒我喜歡的文化的 嗯 你知道嗎 兩種東西很重要 就是 你可能不喜歡看卡通片 就是不是說你 因為我知道你是喜歡看的 就是我爸呢 其實他是很不喜歡卡通片的 特別日本那些 我記得從小到大 他經常跟我說 又看日本仔那些動畫片 有什麼用啊 嗯 是啊 我爸是這樣的人 但是後來呢 就是可能他為了修補 跟我之間的關係 有一次 我那時候讀高中 嘩 令我很驚訝 一句話 你知道我爸說什麼嗎 嗯 有什麼 有一天跟他吃飯 吃吃吃吃吃吃吃 突然間跟我說了一句 喂 你有沒有聽說呢 呃 鋼之煉金術師好像說要做一個重製版 我說 慢著先 爸 你再說一次 那套東西叫 叫鋼之 鋼之煉金啊 還是鋼之煉鋼啊 死了 我忘了了 那套東西好像說要重製 嗯 挺好啊 我看過 我那時候說 我那時候說 What the F 就是我的腦 你知不知道 我那時候是 你知不知道 我那時候是狂起 我跟你說 我是狂起的 我爸爸你看鋼鍊的 那看 挺好啊 不錯啊 那時候我們還是看DVD的 那我 稍後我跟你去租套碟回來看 那 那個舉動之後呢 我和我爸爸的關係是拉近了很多 嗯 是的 嗯 然後呢 我其實最開心的 就是我和我爸爸相處最開心的一段日子 就是兩兒子爺通宵在那裡追那個 藍儀當入津 就是我們整套DVD 就看完一餅 接一餅 一邊吃宵 一邊看 然後我爸爸是看得認真的 就是因為他自己都是打籃球的 嗯 譬如他在那裡看 就是看櫻木花道 又看劉川峰 那他看到劉川峰的動作 哎 很明顯啊 這個這樣的劉川峰的動作是基於米高佐敦的 那些動作一模一樣的 哈哈哈哈 是啊 是 大家是看得 就是有說有笑 是啊 那 所以就是我的一個建議 就是 你說作為家長就好什麼都好 那你如果和下一代溝通 你不妨 先去 接受一下他所喜歡的那些東西 當然不是找什麼都要去接受 就是譬如有些年輕人是喜歡什麼堆草的 或者花天酒地那些 那當然不行了 那如果你說 關於一些流行文化的 嗯 譬如什麼遊戲啊 動畫這些是沒有壞的 你可以 你可以嘗試讓他知道他在喜歡一件事 不是壞一件事 是吧 嗯 就是其實你小朋友是很擔心 你包括現在我 都肯定會有一件事是你顧慮的就是 就是我到底喜歡那件事我爸媽會不會接受呢 就是他們會不會覺得我是浪費時間去喜歡這些東西呢 那你知道在大部分的中國人家長眼中 你都 你最好沒有碰這些東西 嗯 特別對於我們內地來說 那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顧慮的 那你其實可以消除了你兒子女女的一層顧慮 是的 你和他做了朋友之後 你和你的子女做了朋友之後呢 我覺得你說過很多東西呢 他們都會聽得入耳 嗯 就是我這樣說大家明白嗎 就是有很多信息呢 明白 你想給姐姐女女一些信息呢 你有時候其實都未必需要太過直接的跟她說 就是你未必需要太直接的跟她說 譬如說你當年那幾大訴求啊 這些東西是不好的 就是你這麼直接呢 他肯定會說你又是一些廢老的想法 肯定會這麼想的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潛移默化的間接地跟她 就是你可以跟她講一些案例啊 或者跟她講一下關於中國現在的進步啊 慢慢慢慢地這樣 把這些東西慢慢慢慢地放進她的腦裡 或者叫做塞進她的腦裡 她可能有一天真的會跟你站在同一邊 嗯 我是這樣覺得的 嗯 嗯 這個是我同意的 因為當年的時候如果 就是我爸媽跟我說 喂譚明倫多好啊 你看她唱歌怎樣 我也覺得很親切的 是不是 就是跟你說 喂簽人啊那些怎樣 那時候是怎樣的 其實是的 沒錯 嗯 嗯 這個我覺得是很好的 為什麼Jesse要講這個題目呢 我覺得冥冥中置有主宰的 就是告訴我 提醒一下我應該怎樣跟我的兒子溝通 不要經常教他 不要啊 就是冥冥中置有主宰啊 嗯 是啊 Jesse為什麼今次要跟我說這個話題呢 就是 天啊 要借Jesse來提醒我 我應該怎樣跟我的兒子溝通 這樣才可以拿到他的心 雖然他已經覺得我不錯了 現在 但是再拉近一點的時候 就到他玩 完神 哈哈 那他就很開心了 跟你一起打遊戲 哈哈 因為特地在兩部機上 因為我有一部iPad的 有一部小米的 那個很高級的 那部機其實也挺貴的 200 256GB 256GB 也是 儲存量 也是挺新款的 那兩部機玩的 那就是 一部機給他玩一下 那一部機我自己玩 那就很棒了 那兩仔爺可以試一下 就是感受是怎樣 那就剛剛開始 那我覺得這些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來的 尤其是你要 令到小朋友開始 當你是自己人 因為 畢竟他是小過你 還有那時候 大家那個相處的年代不同 我們覺得對的東西 其實他未必覺得對的 那Jesse現在這樣的想法 我相信他也是一個好爸爸來的 一定會 不過他未結婚了 各位還有機會的 哈哈 言之上早 是 言之上早 你懂得這樣想的時候 真的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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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親子互動這件事 其實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 我覺得 很多家長 你們的觀念 價值觀 是對的 是正確的 當然你們都希望 子女會接受 這些正確的價值觀 但是 在你將這些東西 傳遞給他們的時候 你可能是要找一個 比較適當的一個手法 都是那句話 你想入一間屋的話 你子女的心 或者他們的腦 就是一間屋 你想要進去 你需要一條鑰匙先 這條鑰匙呢 可以是很多東西的 可以是他們喜歡的東西 可以是他們的興趣 那關鍵是你找不找到那條鑰匙 以及你怎樣去打開它 我覺得 嗯 嗯 譬如你子女喜歡做運動的 譬如他喜歡打羽毛球的 那你就陪他打羽毛球 你可能是你自己不懂得打的 或者你可能覺得 嘩又要動 我骨尺肉尺的 那 沒所謂的 你就是 扯在一起 不如今天陪爸爸打羽毛球 我也想動一下 你其實不需要和他打這麼久 你和他打一個回合 然後 兒子 過來 陪爸爸去吃早餐 那就有計談了 我想陪兒子打 我兒子不肯跟我打 你知不知道 他就是打羽毛球 你說得很有感覺 是 繼續 是啊 你打機也是 打機也可以 打機 絕對是王牌絕招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 都覺得 我可以和爸爸做一樣 我喜歡做的事情 是一種奢侈 就是我可以和我父母做一樣 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是一種奢侈 因為你 我始終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 可能我喜歡這些事情 對於他們來說 太過前衛 或者他們會覺得我 太過不成熟 這樣 所以 就是好像你說打機 那時候我和我爸 和我媽 第一次去機舖 就是我們三兒子去機舖 那時候 我爸媽是未來的 就是她未離婚 那她去機舖打機的時候 我和我爸打街霸 那時候是很開心的 嗯 因為我覺得 我爸是認同了我這種興趣 就是她覺得打機這兩樣東西 未必是一件壞事 其實對我來說 在我成長過程中來說 已經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 嗯 當然是極大的拉近了我和我爸的距離 直到後來 當然她 我剛才說的那件事 她說 鋼煉重製版 有沒有興趣一起看 那更加 那時候 那時候 首先我覺得 我爸也是很潮的 真的是 潮臣老爸 好 好 潮臣老爸 好 其實自己最開心的 就是我喜歡的東西 被我的家長認同了 換句話來說 亦都是說 其實 我爸媽 是很疼愛我的 嗯 他們是和我站在同一邊的 是的 所以我爸說一 我就不說二了 現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好 你那時候多少歲啊 當你爸跟你說這番話 那時候你十多歲而已 我記得我那時候 讀高二啊 那可能是十六七歲左右 嗯 就是之前沒有這樣的歌仔唱的 是嗎 是嗎 很少啦 那 那 那 就是 我又喜歡玩模型 就是 高達 變形金剛 甚至 夢面超人 這些公仔 我其實到現在都喜歡的 嗯 那我爸一直都會認為 你 玩這些 你一個男人老狗 男人老狗 玩這些呢 你就是不成熟的體驗 是吧 那你就是一個 不無正業的一個人 那直到呢 他 有一次我生日的時候 他就送了一個變形金剛給我 那時候又是很happy的 嗯 嗯 是啊 就是其實這些是 生活上的小細節 就是 其實家長有時候 做 一些小小的動作 不需要 不需要 花很多錢 也都不需要 花很大的心機 你可能一個舉動 就是一份簡單的禮物 甚至是 陪他看一 陪他看一場戲 陪他打一場 機 陪他打一場 羽毛球 這樣 你可能已經 將你子女的心腔打開了 嗯 是的 然後你 你說的話 他都會容易聽入異 我不是說 立刻他會認同 所有你的價值觀 這個是不可能的 但是至少 你願意接受他的興趣 他都會願意 去聽一下你的 那些人生經驗 嗯 就是我覺得是這樣 嗯 有一個情況的 但是現在的小朋友 對於很多事情 其實他覺得是英文的 就是你送禮物給他 其實都沒有什麼反應的 因為他覺得他不需要 他喜歡的 是 就像你這樣 就是不跟其他人聊天 明白嗎 就是現在就不需要跟其他人聊天 我打機就可以了 譬如我現在到街上去買飯 吃飯的時候 見到 就是很多二十幾歲的人 就是其實拿著一部機 幾個人坐在那裡 打機 然後有沒有溝通 沒有的了 開心嗎 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 跟那些朋友一起打機 挺好的 真的 坐在對面 大家對著這部機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生活了 對他來說 你叫他們現在再有一個正常的社家生活 其實不容易的 是完全很難的 是 已經中毒了 我覺得 那你怎麼跟他溝通呢 譬如我兒子 有沒有物慾呢 其實他物慾真的不強 你問他想做什麼 不知道 你有沒有跟朋友去街 沒有什麼 都不會去街打球 有時候打球 因為學校收機 收機就會打球 所以我就很贊成那種 就是 你去寄宿 就會好些 收起一部機 你想玩都沒得玩 這些是最棒的 你可以學會跟別人溝通 這些情況 其實年輕人真的要知道 但是現在你說要改變 其實不容易 就是我同意Jesse所說的 在我們這一代 就是我們喜歡打機 但是還沒有去到一個沉迷的階段 就算我是成年人 我三四十歲的時候 我都會有時候很沉迷的 我喜歡拿著手機打一下 按一下按鈕 但是現在呢 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其實就很少了 偶然拿出來打一下機就有的 這些是會有的 其實 其實 其實你說這件事情 我想起 就是國家規定 年輕 青少年 我們叫做 國家現在不是限制青少年的打機時間 其實一開始 我看到的時候 我說用不用 這條法例好像辣了一些 好像狼死了一些 但是後來想一想 為什麼我們 其實你說 online game 甚至單機遊戲 我們叫做 就是playstation 那些 其實在我們成長的時候 已經有的 那為什麼 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沉迷打機的人 都非常之多 但是當時為什麼 我們沒有這種限制呢 因為你始終 那時候 就是可能你online game的模式 也好 或者我們那一代人的 叫做行為方式也好 都未至於說 是將自己 超過百分之六十的精力 都放在online那裡 但是現在你這個年代 你首先你社交媒體這麼發達 然後網絡各大平台又這麼發達 你現在那些十多歲的那些年輕人 他們很難 會將很大的精力擺上去 因為誘惑太多了 你知道嗎 嗯 還有那些小朋友 特別是 對自己沒有太多自信心那些 嗯 他們 他們在現實生活中 找不到 被人認同的那種感覺 他們就會online那裡找到 這件事也是一個問題來的 那當然 那現在 國家出台了這個法例之後 我反而 就是我 自己想了 就是自己想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覺得 其實好像又真的有必要 你這樣模型中呢 就是等於 你逼著這幫小朋友 多些出街啦 跟父母去交流 跟朋友去逛街也好 我覺得又是 又是一件好事來的 這個情況呢 你有張良計 我有過場梯 這個就是 那些家長會怎樣做呢 經不起兒子或者女兒的投訴 結果說 用父母的帳號給你玩 哈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 這個就要看 你知不知道 這個就要看 你這個 我第一次聽你說 但我不意外 這個肯定都會有的 這種情況肯定都會有的 所以就要看你的家長怎樣去處理這些事 你其實可以 就是我覺得 當然要看你子女的性格 就是我在想 如果我是 譬如 我現在十多歲 我爸媽面對這個問題 會怎樣呢 就是我向他們投訴 我覺得我爸呢 會跟我講數的 嗯 他說 你想用我的帳號打機的話 可以 沒問題 你下星期 你下星期有測驗嘛 你拿一百分回來 或者九十分回來 那我就給你 一個星期打多五個小時 或者三個小時 這樣 講數了 嗯 或者說你想打機 打多兩個小時 就行了 你陪我出去打一場球 你陪我逛街 或者 我媽媽會跟我說 我想去購物 你陪我去拿東西 嗯 那你給我拿 你給我拿一萬元 那回來 就給你打多一個小時 等你睡 嗯 都可以的 那看你怎樣去處理這些事 嗯 還有 喂 是啊 現在的年輕人 會多詭計多段 這樣說 搞笑的說一句 不是 搞笑 這個是事實 我現在覺得 女還比男還比男還 很多時候 是 但是 現在的年輕人 多詭計 在座那麼多位 都是老狐狸 哈哈 說你這樣說 嘩 這個說話 我覺得很棒 好 但是這個 這個老狐狸 就不是建議詞 對吧 就是你好像 喂 你孫悟空 你孫悟空 夠什麼 夠本領大 夠多詭計 那又是被原來佛祖收了 嗯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 是啊 我都沒夠老狐狸 只不過是看 要試一下 哈哈 你不要那麼謙 你不要那麼謙 那所以其實 講來講去 都是 看一下你怎樣 就是根據你自己子女的性格 跟他們作出適當的溝通 甚至是講數 那當然這個講數 我就覺得 不需要太過嚴肅的 就是 不是好像簽了 contract 去做生意 我覺得 是的 但是你可以跟他做一個有趣的打倒 比如說 那 夠不夠敢跟我輸到 那 比如說 你這個星期 如果打機的時間 是三個鐘以下的 那 我就 就是 我請你吃一頓大餐也好 或者我買一個你喜歡很久的模型也好 或者我買一件你喜歡很久的衣服也好 波鞋也好 那我買給你 當然這個其中一個例子 你未必需要這樣去做的 但是 就是 大家是 因人而異 那這種處理方式 我覺得 我真的很期望 會見到 Jesse的兒子 他怎樣跟他相處 哈哈哈哈 我真的 我突然間有這樣的想法 我不知道為什麼 老海忠浮異了出來 咦 行不行呢 你想的那個方式 我儘管試試用一下 在我兒子的身上 看看行不行 哈哈哈哈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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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這樣說 因為那時候 你叫Jesse 就是不成熟 就是他父母一定很有家教的 雖然你容易了 但是那時候很有家教 還有很懂 跟自己的小朋友相處 還有怎樣教 才會去形成一個這麼成熟的人 有很多網友都跟我說 嘩 又比高就沒有了 不是喔 真的 你看到 就是大家都 就是看到Jesse 上來的時候 都很開心的 是嗎 就是同意大家加一 又很生鬼 是嗎 就是給我一個老爺 在這裏 說話真的很十倍 就是 就是我講真 就是我每一位嘉賓 我其實都很珍惜的 那有些嘉賓 是 那有些嘉賓因為事忙 所以沒有辦法上來 或者因為某些原因 他們不上來 我也覺得很可惜的 但是我的時間真的有限 那我 我也都唯有盡量做 那有時候 我自己也想吹一下水 講一下話 那還有呢 六播呢 嘩 直播我也想做的 但是直播呢 即是收益真的比較少 那六播呢 收益比較多些 那沒辦法 為了養妻活兒 是吧 就是小朋友又要讀書了 那當然要繼續努力 是吧 那還有那時候呢 最重要的 就是說 我可以整理一下資料 看多些 就是跟嘉賓聊聊天 就像Jesse那樣 那大家 就是喜歡Jesse那樣 不扯那麼遠 喜歡Jesse就加一啦 哈哈哈哈 等等 你先給我戴個頭盔 你戴什麼頭盔 你戴什麼頭盔 就是我和Dee 是 就是我今天和大家講 那些同年年輕人 就是無論你是一個 我作為管理者也好 你一個家長也好 就是今天和一些年輕人 講話的 或者溝通的那種方式呢 都是我一個小小的建議來的 就是 就是當年 對我來講是work的 就是我爸爸那一套 對我來講是work的 那 大家不妨試一下 那如果都是不work的話呢 那希望大家不要怪我 我只是做一份建議 不是啊 大家分享一下而已 活不活不知道的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我做親節目都是這樣 我覺得中國一定贏硬的 老美衰硬的 那會不會中國不會贏那麽多呢 老美會不會輸呢 反而反敗為勝呢 其實是有可能的 那各種可能性都會有的 但是我們的節目 不是提供給大家看一個答案 而是提供給大家看另一個視角 就是另一個角度 我們看那件事 我們怎樣處理 就是可能某些角度 你看起來沒什麽可能 但是呢 結果是真的 照著劇本發生的 譬如之前 我看到 S先生和我說很多次 歐洲會分裂 那些情況 我覺得沒什麽可能吧 但是我又看到 歐洲的分裂 真的越看好似越有可能 老美會玩完的 其實真的會很快 現在的滞藏 跟著又是怎樣的情況 就是我們分析一件事 還有那些時候 跟大家也說一下 就是我們怎樣代人處事 跟年輕人怎樣聊天 跟長輩怎樣聊天 就是因為互相互相的 那其實呢 整體來說呢 我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不喜歡的 或者覺得不對 就討論咯 對不對 無所謂的 只要不是罵罵就OK的了 就是不用戴頭盔的 就是我自己說話 已經很小心了 是練成 就是不是金剛不壞之身 而是好知道 怎樣找位去走的了 已經 我但是都自己覺得 我自己說得都未夠好 有很多地方都未夠完善的 可能因為太累了 所以工作量太大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情況 大家多多包涵 那Jesse說這個情況 我就覺得是 開心的 因為我們看到一個年輕人 就是 就是 這麼有知識和見地 是不是 說說怎樣跟 年輕的那一輩去相處 而且是給你年輕的那一輩 不是跟我們說 要我們老人家 怎樣跟你相處 而是你那種說法 是很有意思的 我覺得 真心啊 你也知道我 集答也是真心的 是不是 是啊 就是這樣 特別是說不正經的時候 更真心 哈哈 你說得沒錯 沒有什麼人跟我說的 大哥 對不對 我經常都說 難道我跟長輩說什麼 沒有可能啊 對不對 明白 對 這個是一定的 還有沒有要補充 不知不覺 我們說了差不多 四十分鐘 今晚 今晚是這麼多 今晚是這麼多 真是多謝你 多謝了Jesse 好 今晚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裡 可樂現在走來走去 不知道做什麼 OK 好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感謝大家 我們下一集和Jesse再見 拜拜 多謝了 拜拜 晚安 拜拜 拜拜